人生有长有短 但如果你有了祂的 你就活到永远 人生万变 但耶稣的爱是永远不变的 在500年前 发生了一件历史性的事件 让很多人在信仰上获得自由 能不能跟我们讲一下当时的历史背景 好让我们更加的了解 为何当时马丁路德会推行这个宗教改革运动 今天我们没有像马丁路德那样 面对宗教信仰的挑战 但是我作为传媒人 面对社会潮流 也感到很多冲击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喂 龙牧师 这么巧啊 你好 时间真是刚刚好啊 大家都到齐了 两位牧师 怎么会约我来德国见面呢 你知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啊 当然知道 柏林围墙嘛 没错了 这里就是柏林围墙 在1989年11月 柏林围墙倒下了 代表了东西德统一 更让当时很多人重获自由 当年有机会来到这里 可以说是一生难忘的历史时刻 那个时候来德国机票很贵 我哪有那么多钱啊 所以现在才约你来啊 因为500年前呢 同样发生了一件历史性的事件 让很多人在信仰上获得了自由 就是在1517年 马丁路德引发的宗教改革运动 那2017年就是宗教改革运动诞生 500周年纪念咯 所以啊 这个历史时刻 作为基督徒啊 可以说是500年才一月啊 所以今天来到这里啊 可以说是相当难得 就在柏林这里 当然不是啦 我们会去到马丁路德生活过的地方啊 甚至特别去瑞士 使我们对整个的宗教改革运动呢 有一个更加全面的认识 卢牧师啊 在你跟我们分享有关 马丁路德规行的改革运动之前呢 能不能跟我们讲一下 当时的历史背景 好让我们啊 能够明白 为何当时 马丁路德会推行这个宗教改革运动 好不好 当然好啦 我们不如离开柏林 去到那些历史的景点再讲吧 你说的对啊 但是呢 你不要以为柏林没有历史啊 柏林在十三世纪的时候啊 已经是一个城市了啊 也是历史上非常重要的地方 前面这个城门的设计很像希腊雅典的建筑物啊 就知道你去过雅典啊 没错啊 这座城门呢 是根据希腊雅典的魏城城门的蓝图来建设的 它是新古典主义的沙岩建筑物啊 是普鲁士国王菲特列威廉二世 在1788年到1791年期间建造的啊 它的名字叫做布兰登堡门 这下不能只让你们两个威风了 我也知道布兰登堡门啊 不单是柏林的地标 也是德国国家的象征标志 因为它见证了柏林 德国 欧洲 以至世界很多重要的历史事件 但是 这些事件都比较近代 哎 对了 不过你知道吗 16世纪的时候啊 有一个很强大的选侯国 就是布兰登堡了 而柏林呢 就是它的首都 而马丁路德所发动的 宗教改革运动呢 跟当时这个诸侯分裂的德国处境是息息相关的 哦 16世纪初的德国 在名义上 虽然是神圣罗马帝国 不过实际上已经分崩离析 在这块土地上 有很多大大小小的封建领主 其中有七个选侯 十几个大诸侯 两百多个小诸侯 以及上千个骑士 这些领主 在自己的领地上 犹如独立的君王 他们有自己的行政组织 军队 法律和货币 中央虽然有神圣罗马皇帝 但是他无权干预这些领主的内政 而且皇帝也不是世袭的 而是由七个选侯选出来的 那么如果在封建制度下 诸侯分割的局面 是不是有利于宗教的改革呢 当然啦 因为马丁路德推行宗教改革 很多人反对啊 反对他的人呢 就追杀他 但是有些支持他的诸侯呢 就保护他 就这样呢 宗教改革运动 才得以继续推行啊 嗯 我相信呢 当时反对的最剧烈的 应该是当时的罗马教廷了 那是当然啦 因为各地的教会呢 都要向教宗效忠啊 而所有人民的宗教生活呢 都是被教会所决定的 而且各个诸侯呢 都要捐献给教宗 所以对各个诸侯呢 就造成很大的这个财政压力啊 嗯 这样那么多漂亮又宏伟的教堂 一定花了很多钱吧 那当然是啊 所以来到德国呢 我们一定要参观一间 最宏伟最著名的大教堂 就是科隆大教堂了 哎 是的 好了好了 我们去吧 科隆是德国第四大城市 有两千多年历史 是中世纪一个重要的教会中心和艺术知识中心 科隆大教堂是一座举世文明的天主教主教座堂 一百五十七米高的钟楼 让他成为德国第二 世界第三高的教堂 也是世界上第三大的 哥德式教堂 他由十三世纪中开始兴建 直至1880年 由德国皇帝威廉一世宣告完工 耗时超过六百年 由于他完美地结合了所有中世纪 哥德式建筑风格 以及装饰元素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在1996年将他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到这里参观的游客 一年四季都络绎不绝 进到高耸深远的礼堂 人会自觉渺小 加上洪亮的管风琴音乐 很有震撼人心的感觉 教堂里面 精工细致的彩绘玻璃 也是难得一见的宗教艺术创作 主祭坛的回廊 是教堂最古老的部分 共有七个小圣堂 祭坛里面 有一个精美镀金的三王圣刊 由于里面存放了 被认为是属于东方三博士的遗故 这个祭坛因此被认为 是西方最重要的祭坛 教堂里面 以前更设有两个 预留给教宗和皇帝的座位 诶 卢牧师 这间教堂里面 教宗和皇帝 都有他们自己指定的座位的 很明显他们当时是可以平起平坐 权力相同的 那是当然了 在中世纪的欧洲 教会跟政府之间 关系是彼此相连的 教宗跟教会 积极参与政府的运作 包括教宗为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 去加冕 派代表参加政府的议会 还推动了十字军东征 而教会跟政府 在经济上也有很多的瓜葛 而政治领袖参与教会的事务 包括了 兴建教堂 建修道院 排兵参加十字军东征 所以这种状况下 教会的事务就演变成为 政治 经济 军事之间的角力 宗教改革期间 这些问题 全部都牵涉在里面了 其实 耶稣基督的福音 在第一世纪 由保罗传到欧洲 带给人救恩的盼望 让人能够从最终得到释放 本来是建立一个公义 和平互助互爱的社会 但是很可惜 到了十六世纪 这种原有的目的 慢慢就偏离了 其实福音的争议 是不会变质的 不过人就错误的理解 跟演绎福音 就造成了这些问题 而权力跟财富 是使人堕落的 中世纪的教会 就有这些腐败的情况 当时教会 就一直拥有很多的土地 而且工商业的发展 也让教会拥有很多的教产 这样的情况 就使得神志人员 在道德上面就松懈了 而且有很多的丑闻 持藏在教会里面发声 一些神志人员的高级职位 甚至可以用钱换回来 而教会为了筹款 经济有问题的时候 甚至去经营酒店 赌场等等 这种情况 当然使社会的矛盾 就更加加剧了 人民有很多不满 另外一个极端 就是个别的信徒 去追求个人的圣洁 推动避世主义 律法主义 着重这样的形式 礼仪 而忘记了用心灵跟诚实 去敬拜上帝 其实今天一些信得久的基督徒 也会有这种情况 我也常常提醒自己 不要把去教会 祈祷读圣经变成一种形式 要好好的亲近神 跟神建立关系 讲到亲近神 家宝 你有没有留意 科隆大教堂 以哥德式建造的钟楼 上面是又尖又高 是从前罗马式 或者巴罗克式建筑所没有的 是不是为了外形美点 或者是让钟声传得远点呢 都有可能的 不过最重要的是 当时教会的人认为 上帝是在天上的 所以这钟楼是越见得高 就越能亲近上帝 所以后来 以哥德式建造的大教堂 那些钟楼就越见越高 越见越尖 目的就是希望能够亲近上帝多一点 但是最后会不会变成 人和人 教堂和教堂之间的竞争呢 就是变成这样了哦 这真是可惜了 哎呀 不好意思 迟到了 诶 谭牧师你好香啊 用了什么香皂洗澡 肥皂 你再闻闻看 哦 我知道你查了香水 啊 你猜对了一半 啊 男士用的香水呢 叫古龙水 而德国制造的古龙水啊 可以说是文明中外 男士们是很喜欢用的 而科隆这个地方呢 就是发明古龙水的地方了 真的 虽然我不太用古龙水 既然来都来了 我也去买一瓶 好啊 我带你去啊 位于科隆的这一家香水博物馆 曾经是法里纳的故居 这一位意大利调香师法里纳 1708年在科隆 发明了一款世界知名的香水 就是古龙水 这款香水里面 加了柑橘 柠檬 柚子 香园 以及来自意大利的鲜花和香草 他描写这种独特的香味 仿佛把它带回去家乡 意大利春天雨后的清晨 而科隆生产的古龙水 就让这个城市闻名下尔 喂 家宝 闻起来挺香的 闻闻香不香 挺香哦 早知道也带卢牧师来了 卢牧师今早跟我说了 说他要去另一个城市 准备跟我们讲解一下宗教改革的背景 哦 是这样 沿着美英河畔新建的福兹堡 是一个有过千年历史的古老城市 在中世纪已经相当繁荣 在山上的圣玛丽教堂 早在706年就建成 去到1253年 福兹堡成为选帝后大主教的领地 经过多次战争和扩建 就成为了坚固的玛丽恩堡要塞 守护着这个美丽的城市和里面的人民 在这里除了可以俯瞰福兹堡的城市景观 同时也可以欣赏到早期欧洲古堡的建筑风格 而福兹堡市内也保存了很多 颇具历史的建筑物 好像这座建于1473至1543年之间的旧美英桥 到了18世纪 因为那是他首先提出了宗教改革的呼声 但是为什么他提出之后有那么大的支持呢 其实在1516世纪的时候 整个的欧洲社会 经济都有很大的改变 人民对政治制度 宗教各方面都有很多的诉求 当第一世纪福音传入欧洲之后 在十几个世纪以来 都是一个农业社会 封建社会 人民基本上都是很穷的 没有机会受教育 在那个时候呢 有野蛮民族的侵略 黑死病的蔓延 所以呢 人们是非常惧怕死亡的 他们很害怕 这个上帝是一个审判者 以至于他们要倚靠教会 圣职人员 圣礼的途径 才能够跟这个上帝接触 但是到了15世纪末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 科学技术的进步 加上地理大发现 欧洲的精神文明 进入了新的时代 在15世纪就出现了 人文主义的思想 重视教育啊 重视思考啊 研究啊 这些对宗教改革 跟当时的文艺复兴运动 都有很大的影响 当时的人文主义 并没有怀疑神的意思 但是就质疑教会的传统 跟他的权威 而赞成将教会 从梵蒂冈的控制底下脱离出来 归属于各个国家 当活版印刷树发明之后 就产生了整个资讯的革命 因为在宗教改革之前呢 只有神职人员才可以阅读圣经 一般的信徒根本是没有机会 他们只能够听各地的神父 对圣经跟教义的解释 但是当圣经可以大量印刷之后 信徒就可以自己阅读圣经 因此对教会呢 就有很多在教义方面的解释 就产生了质疑 而马丁路德的改革文章 也是随着印刷树的发明 可以很大量的发行 迅速地传递到各个地方 我讲那么多宗教改革的背景资料 关于一个五百年前发生的事情 但却是影响世界历史的重要事件 接下来的行程呢 我们会详细地讲解 马丁路德宗教改革过程的时候呢 使大家更加容易了解了 卢龙瓜牧师 辛苦你了 我跟家宝逛街看香水的时候呢 你很努力地跟我们讲解 有关宗教改革的背景啊 这不辛苦的啦 很辛苦的 我们很实相的 我们特意在科隆 马丽萍古龙水送给你啊 哇 这么好啊 那多谢啦 卢牧师 我们作为信徒 对于宗教改革这么重要 但似乎又很复杂的历史事件 了解的真的不多 但是听你讲完之后 我学到了很多 我还有很多没讲呢 嘿 没关系 我们有很多时间 今天这么好的阳光 天气那么好 一起轻松一下 我想带你去个地方 哦 去哪里啊 来到德国 当然是在莱茵河游船河最棒啦 太好了 你先走啊 走走走 莱茵河是欧洲最长的河流之一 发源于瑞士阿尔卑斯山区 留经列治敦斯登 奥地利 德国和法国 最终在荷兰流入北海 由圣高尔出发游览的这段河道 是德国最著名的一段莱茵河故 这一段莱茵河被称为浪漫的莱茵河 因为沿岸景色优美 可以看见有超过四十座古城堡 还有很多葡萄园和田园村镇 所以在2002年被列入世界遗产 这里发生了很多历史事件 对作家 艺术家和作曲家都产生了很多影响 阿家宝 卢牧师啊 我们在莱茵河上面游船河 特别是今天的蓝天白云 两岸风景都那么美啊 船开到哪里 我们就欣赏到哪里 真是爽啊 游船河真的很爽啊 不用在山头跑啊 这个山头跑到另一个 就已经看见这么好的古堡 这么美的景色 但是做人啊 如果像游船河就不太好了 随波逐流了 嗯 卢牧师 你讲的话很有哲理啊 那如果当年马丁路德像一般人一样 随波逐流 不愿意提出自己的意见 又怎么会有宗教改革运动呢 也对 虽然今天我们没有 像马丁路德 面对宗教信仰的挑战 但是我作为传媒人 面对社会潮流 价值观和道德观 都会有很多的冲击的 当然我可以选择 随波逐流 跟着世界跑 但是这样 跟我的宗教信仰 又好像是背道而驰的 所以我宁愿选择 跟他们不一样 我就好像溺水行舟一样 我也要为自己的人生 选择最好的方向 听你的语气 好像经历很多沧桑啊 我想家宝的人生 一定面对过 大大小小不同的挑战啊 不如有机会 跟我们分享一下 对啊 有机会跟我们谈一下吧 好啊 在1517年 马丁路德在德国 开始宗教改革运动 让日后的基督信仰 由此展开了新的一页 不过 他并不是要创造一个新的宗教 而是要将当时走偏了的世界唤醒 使得一些与神隔绝了的人 可以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 直接跟神建立关系 到了现在 500年之后 神创造美丽的世界依然不变 耶稣基督对人的爱也都不变 只是人的生活改变了很多 更加多姿多彩 但是也有更多诱惑和罪恶 你有没有走偏了呢 今天人到神面前的路 已经畅通无阻 只等待我们回转 看眼世界 或更或者远都吸引 二地又再争吠 四又满足心里感应 看这个我细 若如空中星辰 能见证你爱 万万万事创作发生 是你充满世界万有 是你丰富这个地球 树林月下谷 大海深陷四周 是你风尝星空 创出宇宙 仍我忘记刺身永远留 做抹得香气死 却到以后 难得一小子你都卷有 完全用我去分享所有 做抹主人永久 还对我将其不由 能见证你爱 万万万事创作发生 是你充满世界万有 是你丰富这个地球 树林月下谷 大海深陷四周 是你风尝星空 创出宇宙 仍我忘记刺身永远留 做抹得香气死 活到以后 难得一小子你都卷有 完全用我去分享所有 做抹主人永久 滴滴恩雨滋润不是华人心灵 恩雨之声以世界各地华人经历耶稣基督带来生命改变的真实故事 透过全球电视和电台广播网络 还有电脑互联网广传福音 也以生命关顾电话热线 帮助有需要的人 我们的事工很需要你经济上的支持 就让我们继续为福音齐心协力 我们的登自由